说到这个媒体啊 不管别人怎么说 我们绝对是一个媒体 别人也是这样看我们的 我们有的时候早上坐车进来 那警察他会检查 你只允许志愿者跟记者进来 所以他认定是我们是记者 当然了 我们跟其他的那些媒体的记者不一样 因为他们的有时候就是 拍上十分钟二十分钟 他们就歇着了 然后呢就采访几个人 然后倾听点水几下 我记得一个一个镜头啊 日本的一个媒体 他们差不多有六七个人 出现了一个场面就是什么 有两个年轻的妈妈 然后带着四五个小孩 可能在这个在边境上碰面了 然后痛哭流涕啊 就在那抱着哭 你说这时候我就看到了 他们七个人 这个媒体这个角度 就一窝蜂的冲上去 就对着人家拍摄 这是他们想要追求的 这个新闻点 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记录24小时 而且用直播技术出去 所以这是我们跟他们一些媒体的不一样 因为他们媒体 他他都有观点 他都是片面的 像我们这个 用我们自己的平台 用盖特平台 直播24小时的 360度的 完整的反映了前线的这个情况 我估计像这样的媒体 这样的新媒体 根本他们都没见过 当然我们的设备 还是跟人家有一些差别了 但是他们也很好奇 尤其是看着我们当时的 在电脑上推送出去的画面 记得我在工作的时候 有很多的人 记者 其实在背后拍我们的画面 拍我们的这个 这个推出去的这个画面 他们也想知道 我们为什么会 持续的坚持的在这拍摄 而且一直在直播出去 然后我们当时也给他解释 我们在哪个 社交媒体 在这个盖特上直播 这对一些传统的媒体来说 对他们来说 也是个崭新的东西 所以其实我们的技术 在一定的程度上 其实已经引领了 整个媒体的转向 而不是向他们的倾听点水 这个就是我们 跟这些大媒体的差别 很多人就会问 说你们这个节目 在哪里可以看到 然后我们说上盖特 赶快下载盖特 那个占地的那个音乐家 他马上就下载了 他那个几天之内 就有四千多的粉丝 所以他也帮我们 在他自己的盖特上转发 郭先生盖特那个现场直播 然后今天我们有采访到两位 从华沙来的埃及的学生 他们也问 在哪里可以看到你们的节目 然后我们说 你赶快下载盖特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前线 我们也是把这个盖特 叫做这个 The Marketplace of Free Ideas 我们传播给世界各地更多的人 所以我们要感谢 所有为我们的盖特工作的工程师 还有我们的总设计师郭先生 我们就是在打造一个 全球最棒最好的媒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